PHEV 系统的加入让这款车的扭力表现 媲美了 GLC 63 这个 4.0 V8 双涡轮引擎的车款 它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 GLC 300e Coupe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 SUV Coupe的朋友呢 那么今天的节目已经不要错过 因为这款车真的很爽 首先要告诉大家是这个 GLC Coupe 跟国外刚发布的大改款是不一样的 这个还是属于上一代的车型 只是添加了一个新的版本 也就是这个 C300e Coupe 它是 AMG Lite 的车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罩方面 有这个点状式的镀刻材质 加上这个钢琴黑的下唇 让它的层次感比较分明 然后这个头灯组方面也是全 LED 的配置 而且这个头灯组是小改款之后才更换的设计 所以它跟这个旧款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它整个车头跟普通版本 GLC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异在后面 等下大家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轮圈的表现 因为是 AMG Lite 的关系呢 所以它配备的这个轮圈自然也是 AMG Lite 的设计 上面写着 AMG 然后是一个五幅多爪式的设计 然后采用双色调 这边是雾银 这边是钢琴黑 然后它的尺寸呢 是225 45 Z R20 非常的大 因为是Coupe SUV 的关系 所以轮圈指数不大的话 看起来那个视觉效果就没有震撼 还有一点让我很震撼的是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刹车盘 差不多跟我的手臂一样大了 这个直径 所以看起来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爽 然后再往后看的话 这边自然也是有一个脚踏板 方便乘客上架车 毕竟这辆车还是一台SUV 所以离地高度是一定有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GLC 是以后轮驱动为主的 All-wheel drive 车型 所以它的前后轮胎 采用的是前后配设定 前面是255 后面是285 它比较宽 它的完整尺寸是285 40 Z R20 这个就是这款车的重点 Lay Coupe 的造型设计 它也是它跟普通版GLC最大的不同之处 你可以看到从C-Tiller 它采用了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然后形成一个小压尾 让它的运动风格更强烈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很饱满的 这个车尾设计 看起来运动感真的是不错 而且这边内建的这个3D LED的光条 晚上点亮的话它的视觉效果很出色 另外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写着4Matic 也就是这款车采用了四轮驱动系统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后轮驱动为主的四轮系统 然后打开这个车尾箱的方式 一样就是按这个logo 它有这个自动的尾门开启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 基本上是蛮平整的 但是算不上大 而且这个门槛的开口真的是很高 你看它差不多到我的腰 所以如果你搬中物的话 会有一点的不方便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车款 其实也并不是以实用为主 如果要实用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普通版的这个GLC 然后打开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这个 充电的设备啊 还有些置物格等等 既然这款车是一个PHEV车型 自然就是需要充电 它的充电口在这边 打开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充电口 你可以为这边进行充电 然后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 大概是在43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一般市区的通勤 你可以用这辆车的纯电动模式来行驶 不浪费一滴汽油 在引擎的配置部分 GLC300e Coupe 它搭载的还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在引擎的部分最大马力是208HP 峰值扭力表现350Nm 在PV的电动机之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316HP 峰值扭力则是飙到700Nm 700Nm是什么概念 就是GLC这个63还有C63上面的4.0V8 爽涡轮增压引擎的扭力表现 踩下去非常的爽 至于在电池组方面呢 它搭载的是一个13.5KWH的电池 可以提供43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官方的0到100加速表现是5.7秒 然后电子限速在230公里左右 至于它匹配的变速箱 还是我们熟悉的NIGERITRONIC变速箱 走我们进来看一下内装 内装的部分呢 就是跟普通的GLC或者普通的GLC Coupe 没有什么差别啦 就是还蛮上一代的design 不过我还蛮喜欢这个内装设计 我觉得质感部分的还不错 这边有一个触控板 然后有驾驶模式的切换键 然后有这个系统的开关 音量控制然后镜头等等 然后这边有置物格 往上看的话就是这个冷气控制面板 这个double signal等等的按键 然后冷气触风口 然后它的这个主机 还有这个数位化仪表的尺寸 分别是12.3跟10.25寸 然后显示效果基本上都还不错 另外呢 这款车其实还支援这个 Mercedes Mi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 你可以通过这个程序呢 来控制一些车辆的功能 例如说你可以预启动这款车 还是等等 其实都还蛮方便的 不过这个是车主才可以使用啦 我们不是车主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向大家demo这个功能 因为这款车是这个AMG Line 的设计 所以它采用这个AMG Line 的方向盘 然后上面也有很多的快捷键啦 然后这两个黑色的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触控盘来的 就好像有电脑触控盘 你可以用这个触控盘来控制这个萤幕啊 或者是控制这个 仪表的一些功能 你可以选择可以控制 使用起来逻辑其实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 包覆性同样的也是很好 不过它采用了双色处理 像这边主要的色调是黑色 然后这个 有点棕色啦它的座椅 所以我觉得 豪华感是在的 而且你看我身高180 我坐下去 这个包覆性是不错的 可能主要是我没有太飞啦 作为Coupex SUV呢 都有一个致命伤改不掉 就是这个头顶的空间会比较压迫 因为它的CP的其实是比较流线 然后向后一个延伸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设计 会对车内整个造成一定的这个空间 表现影响啦 而且其实这辆车是有天窗的 但是是前面一个小小个的天窗而已 它并不是全景天窗 所以后面的这个压迫感 并没有办法解决啦 不过乘坐起来的感受 椅子我觉得有点偏硬 加上它这个压迫感 其实好像不是太舒服 不过如果你的身高不是太高的话啦 我相信坐后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因为这辆车是 O-Wheel Drive 或者是4-Wheel Drive 所以它有这个传动轴 中间的空间也会被压缩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凸起还是蛮高的 所以中间这个乘客坐起来 应该不是很舒服 不过有一点值得称赞的是 这款车的后座的冷气空调呢 是拥有这个独立控制的设计 所以它是三驱 前面两驱 后面一驱 这边可以调整温度 这边可以调整风量 而且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它的质感真的是很好 我只可以讲 Mercedes 就是Mercedes 以上就是我们 Wheel这个 GLC300 E Coupe做的 点短新车介绍 因为这个是发布会现场 所以有点混乱 声音都吵杂 请大家多多见谅 怎样大家对这个扭力表现媲美 GLC 63 的车款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这边也会打出价格表 目前订车的话 你还是可以享有这个豁免SST的价格 而这边我们也会放出有SST的价格 跟没有SST的价格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闪视听看车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